历史上即位年龄最小的五个皇帝 你知道是谁吗 在中国历史上 曾经出现过四百多位皇帝 年龄从小到大排序 年龄最小即位的皇帝 第一位是汉商帝刘龙 汉河帝刘兆子 东汉第五位皇帝 登基时 仅仅出生了一百天左右 可惜的是 仅仅一周岁左右就夭折 也是中国历史上 寿命最短的皇帝 第二位西夏一宗李亮作 西夏景宗李元昊 被太子宁令歌刺伤身亡 李亮作舅父杀死了太子 雍丽出生仅十一个月的 李亮作继位 第三位靖穆帝司马丹 靖康帝将儿子司马丹 立为皇太子 两天后驾崩 两岁的太子司马丹继位 第四位汉冲帝刘炳 汉顺帝去世 年仅两岁的太子刘炳继位为帝 同年汉冲帝去世 年仅两岁 第五位北魏幼主元昭 北魏孝明帝元徐突然去世 胡太后先是将孝明帝幼女 伟称为皇子雍丽为帝 两天后改立年仅三岁的元昭为帝